大家好 我是孫韻喜 欢迎收睇ET讲股通 今天点题是4个字 蚂蚁效应 讲讲股情况 今天港股反反复复 早段跌过比较多 曾经去过2万4千五百点的水平 即是穿过2万4千6 但期后跌幅收窄 而且稻涨了一点 不过美市又回落 最后跌78点 收2万4千708点 成价1326亿 和近期差不多 早段跌 主要是中资电讯股回远其中联通跌得比较多 整个5% 加上中资金融股又继续向下 跌1.4% 建行 昨天升好地地的汇丰 今天就回吐了 另一个市一度跌到2万4千6百点都没有 不过其后新经济股 发力就再升多一点 其实早段都会升 再升多一点 就将市就推上去 腾讯 升2.7% 再加16元 厉害 阿里巴巴也不错 也有7元的进长 有2.5% 令到市的跌幅就得意收窄到 18.5% 不够了 好了 说回整个市的情况 今天市早段跌 原因都跟美股有关 现在整个形势 看起来 外围非常凶险 后市会怎样的情况 很多 关键很明显就是 蚂蚁 蚂蚁后应是顶不顶得住 先说外围情况 外围 这段时间都很一样 先看看美股 首先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之前已经是 昨天节目说过 跌成600多点 每天跌穿了 50天线 以至 跳下降季都会穿了 这里三月引申出来 已经穿了 走势是转弱的 原因就是 北外乎以下几个 第一个 就是疫情继续差下去 最近的数字都 很恐怖 特别是 欧洲的情况 更加令大家担心 很多很小的国家 人口不多的国家 几千万 有几万人 每天几万人确诊 令到 欧洲的情况 令大家担心 经济可能 再次 缓慢下来 特别是 风声就说 法国考虑再次 鎖国 如果是这样的搞法 就不得了 欧洲 不行 美国也不好得很多 每天都是几万几万 最新的数字 超过九百万人 感染了新冠肺炎 整个形势 是恶劣的 所以 美股 不利 加上 之前大家期待很久的 援助方案 刺激经济方案 顶住疫情 现在看来 都谈不成了 起码大选前 谈不成了 因为 来来会会 吵来吵去 都是说不成了 这个第二个情况 令大家 忧虑 第三个 就是 一直 大妈傻 老老组组 跳出来 唱谈 之前 都有 节目提过 90年代的惠家女神科恩女士 以前是大伙伴 现在跳出来 就说 体探美股 估计会大 大摩在近年 就比较大响力的策略师 就说 10月会继续跌 美股 两个大妈傻 之前已经唱谈 我节目也提过 最新是谁 最新是麦泊斯 新兴市场教父 他就说什么 美股 现在特别说标普500指数 形成了双顶的情况 双顶就是这个顶 和这个顶 绿色 箭嘴指着 大概就是这些位置 指得不是太正 大家已经知道我指这两点了 形成双顶和 双顶 顶字 不问而知 都知道是淡的意思 利淡走势 加上标普500指数 跌穿了50天 整个标普500指数 走势是差劲的 刚才 至于 杜瓊斯工业 平均指数 更加差 都是双顶 一个顶 两个顶 刚才说的 已经穿了三月 引申而出的上升轨 加上 昨天 周一 已经 考验 100天线 昨天再次下去 连续两天收益 10天线 之而 进一步 逼近100天线 整个形势是租高的 美股的情况 这个就是 昨天收市的情况 亚洲时段 或者欧洲时段 是怎样的呢 欧洲股市 就开了市了 哇 跌势 仍然是很凌例 普遍都跌了2% 至于 在亚洲时段 加上美股 继续跌 哇 进来之前查过了 都 几十年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亚洲时段 再跌四百五十几点 进来的时候 两万七都穿了 走势 真的 就吓死人了 那么 与此同时 昨天 就标普五百指数 跌了 但纳指 就叫做 升回七十几点 但是刚才进来之前 查过了 纳指就跌回百几点 在亚洲时段 换言之 昨天的升幅 枯不了 烟烧云散 所以整个美股形势 是弱的 所以对港股 是构成 就有压力 估计一下 只不过与此同时 就外围 或者美股 或者欧股 是不行的 同时 港股自己本身 就算是这样 原因是 回到点题的四个字 就是 蚂蚁效应 蚂蚁效应 起码有以下方面 对港股 是有利的 一方面 对它气氛有利 原因就是 脂肌 随着 蚂蚁 招股 不想涌进来 近日金管局 就认识不了空 每晚都准备 整天都去纽约接钱 昨晚又再接过 接下接下 今天又接 这些数字 就不断要更新 大概说的数字 可能都未必是最更新的数字 因为不断有钱 进来 最 没多久之前的数字 就是 不断入钱之余 令到 港股的股资能 是贴着强方保证 7.75 钱 券就令到银行看的结余 总结余 明天 周四 会去到 4500亿 4500亿 是说的是什么概念 就是 历史新高 换言之 看到势 这些港元有强 这些展示 又流入来 对整个 港股的气氛 不多不少 都有些 鼓舞 或者支持 在这里 这是第一个效应 第二个效应 就是 新经济股 继续受惠 刚才说过 今天能够 跌幅得以收窄 就是跟阿里巴巴 跟腾讯有关 加上港交所 这三个股 都跟 有关 阿里巴巴 固自然 没有公司 看到了 昨天节目还在说 还是凌晨了 下降通道 还没突破 再要看看 什么情况 是不是穿了 下降通道顶 才会确认 走回好呢 今天 已经 抽穿了下降通道顶 而且 穿了顶部 换言之 下降通道 已经是升穿了 走势又扭转 近几天的调整的 太小了 这个就是直接受惠 间接受惠的 腾讯 昨天节目也提过一下 间接的原因 就是 大家都有 金融科技的业务 螞蟻 有支付宝 他有微信支付 大家都是同一个科业 同一个科业 估值 大家估计 腾讯的科业 都值 两千亿 进取一些估计 估计到两千二百亿美转 保守一点 都千八亿 所以腾讯 昨天已经升了 飞气 今天再升十六元 加上这些大行 越唱越高 最新唱到多少钱呢 听起来都很吓人 815元 去到815元 今天 今天升十六元 去到六百 零一 升十六元 六八零一 还要升到二百 有多 所以 整个目标价 听起来 大家 非常 心动 所以 科技股 就 诚勢 做好 加上 刚才说的 港交所也是直接受惠 昨天还没反映 今天就 冲上去 成为今天港股 能够收集跌幅的重要力量 因为港交所 都供应了四十几点的恒生指数的升幅 再换言之 没有港交所 跌了几十点 所以这个蚂蚁效应 就在这里 最整体的气氛 又帮助 加上 对新经济股的特别有推动作用 就令市值停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恒生指数 受到美股的压力 或者加上 刚才说的效应好的 就是刚才说过两样 气氛对新经济股 但也有少少 压制作用就是 始终大家留些钱 来认购蚂蚁 因为现在大家 讲讲讲 如期蚂蚁有可能 就 一人一手 这个未经证实 都是大家的传策 一人一手 估计 因着这个情况 大量的港人 就会认购 估计是有100万人 认购那么多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多了一点 大家的预留资金 玩玩下去 就令市 的资金 少了 所以这个有压抑 作用 令到 短期内 或者 玩矮上市前 难以升货 25,000碟 但是 好的 刚才也说了 所以 有好有淡 加上美股 推动 推下去的作用 港股估计 恒生指数 未来 都会 在 50,000 以至 25,000点之间上 50,000 就是24,561点 所以 这个星期 两天下市 50,000 都见到支持 立即反过来 阴阳触徒 就出现了陀螺的走势 显示 50,000 这个水平 有购买力 在那里 一见到 就数上去 所以 估计 这两天 恒生指数 估计 都在 50,000 以至 25,000点之间 反复增持 好了 说到 这里 大致的分析 大致那么多 现在 说一下 个别股份走势 以至 股民如果有兴趣 研究一下 个别股份 都会和他说一下 技术走势的最新形势 其中一只 股民有兴趣 就是 九龙仓集团 走势 叫做不错 九龙仓集团 尤其 如果大家可以再看长一点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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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更加清楚了 如果可以再看什么走势 可以 画个什么呢 就是 头肩底的状况 肩 头肩 当然 这个头肩底 不是一个好教科书式的 但也是 可以承认的 承认 承认的 承认是偏好一点点 你看到 一直沿着 20天线上 现在 走势 偏好一点点 主要的阻力 就是这个前浪顶 或者 颈线的水平 如果突破了 就进一步 就确认升势 估计 在整个市的 起分 特别是 整个市的起分 是中性 最近 刚才说了 至于 板块 本身 就不是特别强的 香港经济股 最近 继续弱 但是 自己一只 就这样 升下升上去 就偏好一点点 所以 估计 他就反复 在短期内 继续反复 在20天线 和颈线水平之前 就继续反复 尋求突破 如果突破到 这个颈线 大概 16个半 就转耗可能性大 可以挑战 前浪顶的阻力 17元 当然 升幅不算太多 但是走势来说 是比较漂亮的 反复偏好的 这就是九龙仓的情况 指令 网民有兴趣 泰股地产 今天有消息 先讲香港电视 香港电视 看到什么状况 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解读 一个解读是什么呢 如果大家记得 香港电视 如果大家记得 刚才 立普标指的走势 你会看到 双顶的走势 刺刺地 当然 这个低位 就 一跌跌到这个低位 跟着上去 这边 时间上 跟这个 有些出入 简单来说 几天之后 就跌到这个位 跟着 牛上去 现在 小小地 在这个高位上 就 像是遇到阻力 12个多 这个高位 这个高位 不止12个多 是再高一点 那么 13个多 这个高位 两次 考验 就回转下来 显示 有可能形成 双顶 的格局 但问题 是不是真的形成双顶 暂时 未知 再看看 因为 它的颈线 其实颈线 就在这个位 这个颈线 就是这个水平 很明显 就跟这个 这个 双顶的水平 就有一段距离 有一段距离 所以 暂时来说 它有双顶的阴影 但是未形成双顶 加上 就是 中线 有少少 高位受压的状况 但是短 线来说 短线 它形成的 就是一个 下降通道 换言之 短线 也是在调整 的压力 反复 就是向下 落 如果用通道 就是这样 简单来说 中线 有双顶的阴影 偏弱一点 短线 也是在下降通道 在运行 一直向下 所以 短线和中线 都是弱一点 除非 如何突破到 双顶的阻力 否则 估计反复 继续向下走 好 而且今天 20天线 都是危危苦 如果穿了20天线 基本上 就确认 它进一步向下走 反复向下 反复向下试这个 起码试10元 最近 这个就在密集的 密集区 密集区的支持 就在这里 反复向下 考验10元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明天 再次 就失手 20天线 之前穿过一下 接着 今天 就在这里 再次失手20天线 就向下 考验 10元 这个区域 这个 密集区区域 这个 中间的区域 可能性是大的 简单来说 是偏远的可能性大 10元 是一个重要的水平 这个密集区里面 好 另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 Tesla 有朋友问 美股Tesla Tesla 图 不好意思 我们这个 系统里面 就没有Tesla 股价 技术分析上 就很难跟大家 详细讲 不过 总的来说 Tesla 今年的 升幅 实在太好惊人了 一直都说 二 它的一只 电动车股 的 年产量 几十万 是假的 如果 之前的数字 最新有没有增产 就要再询 之前的每年产量几十万 但是 价格的市值 已经多过 传统车企 的加加埋埋 比如什么 丰田 加加加 美国的几大车厂 加加埋埋 市值都不够大 所以 从市值 短期生活来说 都是 有些 就过了 所以 调整的可能性 就是大 但是调整多少 抱歉 因为 这个就没有 这个图 就不能够说 总的来说 相信 都要消化今年 强劲的升幅 另外 比亚迪股 也是有些 关系 比亚迪 也有玩 电动车 比亚迪的走势如何 反复向好 用技术走势来说 比亚迪 比亚迪 也是 累积升幅 很大 因为 在Tesla 大动之下 内地的电动车股 普遍 都升得很厉害 所以 比亚迪 也是 这种状况 今年累积升幅 就极之 龐大 技术走势来说 是沿着 破了这个顶之后 这个顶是什么顶呢 破了杯与柄走势 这个就是杯与柄走势 这个就是杯与柄走势 破了杯与柄走势之后 就出现一个沿着上升轨的走势 走势就很英俊 这么英俊的走势 看起来 暂时看起来 它们继续升幅 不过 就回到那一句 基本因素来说 今年 短期累积升幅就大了 所以 大家 就算有兴趣 觉得升势漂亮 高追的 也是风险大的 就算有兴趣买 等于回転 考验 这个上升轨道底 先薄一薄 薄一薄 穿了 这些重要支持位 就 止蚀或者止赞 风险就可能控制得好些 用什么位置来做止赞 或者止蚀呢 10天线或者20天线 20天线 就其中 看到20天线 一直在上去 如果真的有兴趣买的 就是等它考验 上升轨道底 以至逼近20天线 先薄一薄 否则 风险就可能高了一点 时间关系 不可以说太多 多说一两只 二三 一八 平保 平保 之前也说过 它似是刑组的头肩底 结果如何呢 那么 一度穿过 但是接着 星期一就跌穿了 今天就再穿 业绩出来 其实跟预期 就差不多 比预期 更好 当然 是盈利倒退的 盈利倒退 但是比预期更好 但是 股价 没有办法 都是要向下走 因为市场 对这两天 对中资金融股 的气氛 比较淡 内人股 就更加 都是向下走 内人股又跌 内欠股又跌 所以 形势就跌了 跌了 跌了 现在呢 之前说的 头肩底 会否成立到呢 关键就是 看着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就是80元左右 这个位置 就在 看到这里 这是左肩水平 左肩水平 就是其中一个关键 因为 通常 靓的头肩底 右肩很少跌穿左肩 所以跌穿左肩 就响卿第一个警号 当然 最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 现在这个 好眠是 腹式的头肩 底 如果真的成立到的话 腹式是什么呢 两个头 这两个 这两个箭嘴 就是两个头 这两个头的水平 是关键的 如果穿了 之前说的头肩底 就可能 就成立不了 所以大家看着这两个位置 第一个就是 右肩 左肩的水平 80元 最重要 就是这个 双头的水平 说到金碟 今天就差不多了 268 268 今天 一跌到50天线 就遇到 就购买力 顶住了 因为之前 一直 都跌 看到了 走势是一直向下走的 形成了下降通道的 今天 就跌到下降通道底 而且 考验了 这个 就50天线 加上 这个 这边 绿色 站在这边 这是前浪顶的支持 见一见 就 打回头了 就出现了 什么呢 随头 就是 长脚的随头 当然 随头 也是长脚的 而且 比一般随头的 脚更加长一点 所以叫长脚随头 显示 20元水平 或者前浪顶 支持的 2-50 水平 是有 承接力的 起码 有人有习意 在这些位置 偷步买货 所以 估计短线 是有机会反弹的 反弹到什么位置 初步看 就是20天线的水平 大概是22元左右 短线有机会反弹 试了重要的支持 以至 50天线的支持 试了 前浪顶 以至50天线的支持 都是有承接力 所以短线有机会反弹 再打回上去 22元左右 再看看情况 好了 说到这里 时间 都差不多了 25分钟了 多谢大家的 收看 拜拜